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昨天我們有講到影片行銷的重要性 掉了 對焦對焦 昨天我們有講到影片行銷的重要性 然後呢,昨天我們講到Facebook的粉絲頁 怎麼樣快速的方法用兩張到七張照片 直接就做成一段影片 你只要上傳兩張或上傳七張照片 然後再搭配它本身內建的音樂 就可以直接聯合成一張照片 一張一個影片 然後每張照片的輪播時間 可以調整一秒或兩秒或三秒或四秒 最多好像到五秒吧,我忘記了 好,然後呢 這麼快的方法就可以做成一段影片 最大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你在臉書上傳影片之後啊 你去打廣告 這個影片的廣告 影片的廣告會比一般圖片的廣告還要來的便宜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了 以前講過了 反正你就記得這件事就對了 第二個 影片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可以用兩張到七張照片 如果你會善用的話 例如我的話呢 我就會在這七張照片裡面 每一張照片上面都會打上文字 去描述我要講的一個 這張照片代表的故事 然後我會用七張照片把它串連起來 變成一段更完整的故事 人家看完這七張照片的輪播之後 有興趣知道你在講什麼事情 接著它點擊連結 連到你的網站銷售頁去看完你詳細的服務描述是什麼 然後也許就會下單 或者是填寫表單 成為你的準粉絲 這個就是影片行銷最大的好處 而且昨天有做影片 趕快去看昨天的影片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樣用最快速的方法 直接在臉書的粉絲團就做出影片囉 好今天就講到這邊 網路行銷八點檔 我們下次再見 今天這個是用HTC10的手機去錄製的 OK好品質就長這樣子啦 有沒有進步我不知道 如果有的話你幫我 或沒有的話 你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OK拜拜